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在老师的带领下,翻山越岭,去一个比较大的中心学校参加。那一年春天,镇里组织四五年级课间操比赛,我们学校草草地准备了一星期,就去参加比赛了。比赛那天是两个女老师带着我们去的,一开始气氛挺好的,天气也不错,老师就带着我们一边唱歌,一边往中心学校赶去。 从我们学校到中心学校,需要翻过一座山,过一条小河,再走七八里公布,事情就发生在过河的时候。 其实那条河也算不上河,是山上的雨水和泉水会流成的。 没有雨水的时候,河水不过脚踝那么深,河上有座石桥,大概两米高一米宽的样子吧。 所以每次过的时候,老师都盯住我们一个一个过,不要急,这次也是,我们在老师的指挥下排成一列过桥。 我和那女同学中间隔了三个人,她前面的同学都顺顺当当地过去了,轮到她的时候,怪事发生了。 她刚上桥的时候也好好的,当走到桥中间的时候,却突然停住了,直愣愣地站了半天,然后嘴里发出呼呼呼的那种怪笑,转头蹲下,朝着桥底下看去。 她后面的同学看出不大对劲,就赶紧上去拉住她喊老师,老师听到喊声,看到她俩的情况,问他们是不是身体不舒服。 那同学说我也不知道,她走着走着就蹲下来了,问她她也不理我。 老师听到后,让刚过来的一个同学去帮忙把她扶过来,那同学就去了,快走到她跟前的时候,她突然冲了过去,一把抱住前来扶她的同学,咆哮着说,都得死,都得死,都来陪我,都来陪我。 这事后面那个同学也冲了上来抱住她,三个人就这么拉拉扯扯,在桥上晃晃悠悠,老师一看赶紧朝着他们跑去,刚跑没几步,突然三人大叫着从桥上跌了下去,这还得了。 我和几个同学跟着老师往桥下跑去,一下去,就看到帮她的那两个同学都坐在水里傻傻地看着她,她的头泡在水里,还在不停地往外冒血,旁边的水染红了一片。 剩下的事想必大家都猜到了,当把他们送到医院后,我们女同学早就死了,但帮她的两个同学除了擦破点皮,什么事也没有。 后来,镇教育局为了掩盖此事,给女孩家赔了钱,有专门开会叮嘱我们在场的人,不要出去乱说,所以当时我们得知道这件事的不多,我们也都当成意外,没有多想。 但我爸当时是我们学校的老师,后来我偷偷听到他和我妈说过这件事的后续。 是这样,事后女孩家找了大师为女孩做法,大师对他们说,女孩是童子身,早点的话能破掉的。 如今大谢一道,他还是留恋人间,不甘心自己走,心里有恨,所以想拉着别人陪他去。 哎,岂不知,生死是命,谁也改不了。 再说下另一个初中同学的遭遇,本来没想写这个事,但是讲上面那个事的时候,突然想起这件事来,这个初中同学的遭遇跟我那女同学挺像的,所以当个段子说给大家听听吧。 我没经历过这件事,都是听别人说的,无所谓信不信,你们就当个故事听吧。 她是我临班的同学,学习成绩非常好,就是身体很弱,经常生病的那种。 她是在早上上学路上出的事,那天午很大,她连人带车掉进路边的寂静淹死了。 至于她是怎么出的事,警察的调查结果是,骑车没看轻路,撞到路上的石头,掉进寂静淹死的。 但是当时大家都不怎么相信,因为根据他们到过现场的人说,根本就没见到大石头,小石块也不至于把车撞到。 还有就是,寂静离路边有三米多远,中间还隔着一条水沟,要真是撞到石头掉进里的,那得多快的速度才能冲过水沟再掉进去。 况且,我那同学身体弱,骑不了多快。 下面我就说说当时私下里流传的几个说法。 第一个,鬼打墙。这个版本跟我讲的上个时的女同学的遭遇类似,说是她路过这里的时候被鬼附身了,那鬼是以前淹死在那个寂静里的水鬼,要找个提身,所以就把她拉进去了。 因为我们是农村嘛,这个版本当时的可信度很高。 第二个,报应。同学她父亲是医生,曾经发生过医患纠纷,一个跟她儿子差不多大的男孩,在她的治疗下死亡了。 具体是不是她的过错,当时也没个定论,随后医院赔钱了事,所以有人说,是那个男孩为了报复我同学她吧,就把我同学害死了。 这个版本信的人也不少。 第三个,自杀。同学的学习成绩很好,一直是班里第一名,但是最近几次考试都不理想,没拿第一,所以有人就说是她的压力太大了,起了轻生的念头,自杀了。 这个版本主要是他们班的同学和老师相信的多,至于她究竟怎么死的,当时争论了好长时间,加上她父母天天去学校闹,要学校给个说法,所以这件事当时挺轰动的。 后来学校为了稀释宁人,赔了一笔钱,她父母也不闹了,事情就慢慢平息下去,倒是她出师的那口机警,民间时不时地流出一些传闻,什么一下大雾,就会看到有个人骑着车绕着机警转啊, 什么经常听到机警里有人哭啊,什么机警有时候会冒白烟了等等,反正我特意和同学去那机警看过几次,没见过什么异常现象,至于到底是不是真的,只有鬼知道了。 最后再讲个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吧,这件事发生在我上初中的时候,我家是农村的,初中读的学校离我家大概有十多里地,所以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。 最苦逼的就是初三的时候,开了晚自习,放学后得摸黑骑车回家,碰到下雨下雪的天气,更是苦不堪言,真不知道那一年是怎么坚持过来的。 接下来就讲讲那件事吧,有一天下了晚自习,我和几个同村的哥们一起骑车往家赶,那天晚上是阴天,没有月亮,黑过隆隆的,什么也看不清,只能看到路的轮廓。 大概走到一半步的时候,正和小伙伴们下扯淡呢,突然我模模糊糊地看到,前面大约两米远的地方,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,急忙喊停下,还没等我喊完,就听到砰的一声,然后就是自行车摔倒的声音和两声哀悠,我们赶忙停车下来,看看怎么回事。 跑过去黎金一看,同村的一个哥们正躺在地上身影,我走上去把他扶起来,问他怎么样了,有没有摔伤,他起来检查了下,好像就只蹭破了层皮,没什么大碍,我们也就放下心。 然后想帮他把自行车扶起来,并看看撞上了什么东西,但是路边找了半天没找到自行车,也没看到路上有什么障碍。 正当我们纳闷的时候,一个人喊道,好像掉水沟里了,家住农村的朋友可能比较清楚,一般乡村的道路两旁是田地,所以沿着路两边都有洼的灌溉渠道,不深也就一米多点。 听他说完,我们就跑下水沟一找,果然自行车躺那呢,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自行车给抬上去了,我也刚想上去,突然想再看看是撞上了什么东西,所以我就在水沟里摸索着找了一会, 但找了半天就找到一大团纸一样的东西,别的什么也没有,我就想,这只也不能把自行车撞翻啊,在想接着找找的时候,路上的小伙伴催我赶紧走,等明天路过的时候,再看看撞上什么了,我就爬上来跟着他们一块回家了。 一路上,摔倒那哥们一言不发,我们以为他心情不好,也没在意,第二天上学,前一天晚上摔倒的那个哥们没来,我们就去他家找他,结果他发烧了,烧得很厉害,起不来床。 一看这样,我们就先去学校,在路上,我跟小伙伴说到昨天那地方好好看看,看到底是撞上什么东西了。 到了那地方,我们就停车下到水沟里,结果那地方除了一个出病时候用的纸人,什么也没有。 当时我看着破破烂烂的纸人,心里直发出,那几个哥们也是面面相去,感情他是撞上这个纸人摔倒的,不可能啊,这纸人多轻啊,一撞不就压扁了吗? 我们讨论了半天,也想不出个所以然,就上来了,一看快迟到了,我们也没怎么耽搁,就骑车往学校赶了。 刚上车的时候,无意间一撇,沟边的地里有一座新奇的坟,上面还盖着花圈什么的,当时也没多想就走了。 摔倒的那哥们,那天一天都没来学校,放学后,我们就去他家看他,到他家看到他躺在床上挂着吊瓶,听他爸妈说,挂了一天了,烧也没退,好像越来越厉害了。 他爸妈接着就问我们,他脸上怎么破了一块,我们就把前一天发生的事,和今天我们看到指人和兴奋的事告诉了他们。 他们一听,当场就急了,他爸说,赶紧去请沈婆,说完就急急忙忙走了,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,也担心那哥们的情况,所以就在他家没走。 过了一会,他爸领着沈婆来了,沈婆走到他跟前看了半天,对他爸妈说,你们怎么不早点找我,幸亏还来得及, 你们都出去吧,交给我了。 他爸妈一听,急得不行,求沈婆一定要救救他们儿子,然后就领着我们出去了。 我当时听完沈婆说的,再联想到今天看到的指人和坟头,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 过了大约四十分钟,沈婆出来了,样子很疲惫地对他爸妈说,没事了,养几天就好了,然后给了他爸一个香囊样子的东西,让他爸给那哥们带上,就走了。 我们进去一看,那哥们精神确实比以前好了,安慰了一下他爸妈,我们就各自回去了。 那哥们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星期,就去上学了。 他跟我们转述了沈婆跟他爸妈讲的情况,沈婆说,他那天撞到的就是那个指人, 那个新坟的主人是出车祸死的,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,死得不甘心,怨气很大。 那天他正好在坟边转悠,看到我们过来,就想拉个人陪他,幸亏当时我们骑得不快,没出什么大事。 后来他一看没拉着人,还是不甘心,所以就跟上了那哥们。 听他说完,我仔细想了想,当时确实听到了两声哀忧,好像真那么回事。 但是当时尚初中,年轻嘛,也没怎么当回事,现在回想起来,确实是挺吓人的。 接下来再讲一个网友在非洲遇到的灵异事件吧。 我在非洲工作,由于工作的原因,我曾经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两层的小别墅, 上下两层加起来将近270平住了70多天。 大家都知道,西非这边全是第三世界国家,我所在的国家,全年总共的公共供电时间不超过两个半月, 所以晚上发电机关掉以后,我就尽量不随便楼上楼下地跑了,因为屋子大,房间多, 而且院子四周都是高树灌木包围,显得特别阴森,房子也是小城堡式的,被漆成了灰黑色。 有一天晚上,我一个人在酒吧喝完酒回家,进了院子, 月亮的光被四周的参天大树遮了个严严实实,只有零零散散的几缕微光, 透过蜜叶斑驳地点缀着青黑的石板路,落叶散落通向别墅厅厅门的路上, 走在上面哗啦哗啦的。 借着微醺的醉意,大夕阳的季风在夜里很是让人觉得清凉, 让我觉得别扭的是那晚的风出气的凉。 由于酒精的作用,身上还是洋溢着阵阵暖流,对抗着凉风, 直惹得人愧意绵绵,我也就没有去开发电机, 踏着小醉不飘飘地来到我的房间, 心里琢磨着赶紧趁着这暧昧的睡意进入梦乡。 锁好所有的门窗后,我草草地冲了个梁, 就把自己埋到了床里,时间大概是夜里十一点左右, 因为回来的路上,我看到了我们院子后面教堂的大钟十点五十分, 那危醉的感觉真是让人着迷,不久我就相向地睡着了, 也不知过了多久,隐隐听到一楼有人轻轻地翻门见跪的声音, 那声音虽然不强烈,但是很清晰,傻傻地响着。 我的第一反应是家里进贼了, 因为我的床头离房门口只有几公分的距离, 于是撑起身子,将头靠向房门口仔细地听了听, 那声音却戛然而止,也许是老鼠,也可能是自己喝多了幻听吧, 门窗都锁好了,怎么会有人进来呢? 我就没再继续下自己,又靠着床头继续寻找那迷醉的感觉。 但就在刚要进入梦乡的时候, 那声音又响起,短暂急促, 在停顿了几秒钟后, 那声音变成了上楼梯的脚步声, 不过仍然很轻。 当时我汗毛竖起, 顿然清醒, 一个机灵起身下床, 抄起床下的46号扳手, 光着脚侧身站到房间门后, 一套动作流畅地让自己都感到惊讶。 手里的大号扳手真有气势, 握着它让我很有安全感, 稳住自己的呼吸后, 我静静地听着楼梯那边的声音。 也许是我下床的时候弄出了声响, 让那黑暗中的东西警觉了, 那声音又没了, 虽然我很留恋醉酒后那酣畅淋漓的睡衣, 也没敢立即回去睡下, 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房间外徘徊。 大概等了十几分钟吧, 我实在是太想睡觉了, 就捏手捏脚地在物理家具黑影的掩护下返回床上。 这回我是搂着扳手鞋靠在床头的, 说实话,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, 难免不让人浮想连篇。 就在我把头又一次靠在床头的时候, 睡衣没了大半, 努力告诉自己, 不要想灵异方面想, 但是脑袋不听话, 想睡又不敢睡, 一闭眼就感觉屋子里怪怪的。 无意中我摸到了手机, 手机上拴着那个妈妈给我编的十字架, 当下就把十字架解下挂在了蚊帐上, 蚊帐被我抽烟时不小心烫了个洞, 正好把十字架的绳穿过去, 打了个套扣, 挂在了蚊帐里面, 然后将蚊帐椰好, 严丝合缝。 先说, 这回十字架的法力, 应该会顺着蚊帐的脉络蔓延, 形成一张防护网了吧, 其实也就是个心理作用。 我尝试着把眼闭上睡一会, 可能是睡着了吧, 迷迷糊糊的就感觉自己醒过来了, 但当时不确定眼睛有没有睁开, 发现自己的头一直都是上床时靠在床头上的姿势, 并没有真正地落在枕头上, 因为天气热, 我睡觉都不关门, 所以从我的床上直接能看到通往一楼的楼梯口, 借着窗外反射进来的淡淡灯光, 这时我清晰地看到, 一团黑蒙蒙的雾气从楼梯口直奔房门床头飘来, 心里很害怕, 便想起身,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, 怎么动也动弹不得, 这时我的意识已经清醒了, 发现我的眼睛根本就没有睁开, 于是我就用力睁着, 拼了命地要睁开眼睛, 可眼睛就是睁不开, 手里的扳手也落在枕头边, 想用手抓, 手也动不了, 我害怕极了, 这时那团雾就在和我支持的文章外面徘徊, 同时还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耳语, 那声音是有远极近, 在钻进我耳朵里的, 起来吧, 别睡了, 都几点了还睡, 赶紧走了, 由于惊吓和十分用力地想动一动身上, 哪怕是一根手指头, 让我出了一身汗, 终于两只眼睛费力地开启了一条小缝, 我赶紧透过那道缝隙, 瞄着文章外面眼前半米左右的地方, 天哪, 那团黑影变成了一个人形, 披肩散乱的长头发, 胸部和我的床颜齐平, 紧贴床颜看着我, 但尽管离得那么近, 我却看不到他的脸, 只听到那耳语从他的嘴里传出, 钻进我的耳朵里, 这第二次耳语, 可着实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, 那声音太熟悉了, 我猛然一震, 这不是我妈妈的声音吗? 只见他一颠说着, 一颠抬起左手, 把我掖在床垫下的纹杖拉出来, 左手就要伸进来, 抓我就放在床边的左手, 一切都是我从眼睛的两条细缝里看到的, 那么模糊, 又是那么的清晰, 就在他的手要伸进来的时候, 奇迹发生了, 不知怎么, 他的那只黑色手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似的伸不进来, 他似乎气得使劲摇了我的蚊杖两下, 而雨的语气也变得不耐烦了, 有种催促埋怨的感觉, 的确很像我妈妈有时嫌我做事情不干脆利落的语气, 我都快下滩了, 使出了吃奶的力气, 终于嘴能说话了, 但是说的不清楚, 折头有点木木的感觉, 就在能说话之前的一瞬间, 我还产生了要跟他走的念头, 但随即, 我意识里清楚地告诉自己, 一定是碰上脏东西了, 我妈妈远在中国, 怎么可能是我妈妈呢, 我就很生气, 就开始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开骂了, 由于极度恐惧, 我骂得就很难听, 拼了命地骂, 同时我也没忘了试着活动身体, 骂了有一会, 感觉身下的床都湿漉漉了, 我用力挪理一下身体, 终于身体能动了, 就在眼睛完全睁开的一霎呢, 我同时起身抄起扳手, 那人形黑影一下子缩作一团黑雾, 从房门飞出去, 消失在了黑暗里, 拿着扳手, 心里一种说不出的滋味, 很委屈, 很愤怒, 有种被人侮辱戏耍的感觉, 很想发狂拼命, 想用扳手把调戏我的那个东西, 暴走一顿, 我一把掀开蚊帐, 拎着扳手光着脚走出了房门, 但是一进到黑暗里, 恐惧又袭上心头, 不自觉地哆嗦起来, 但是愤怒又催我向前走去, 我悄悄地顺着楼梯下到一楼, 就在双脚要离开最后一届楼梯时, 心里还在犹豫, 要不要这么拼命, 一旦被那个东西给害了怎么办, 可我瞬间想到在床上是听到的耳语, 让我跟他走, 这是想勾我的魂, 想弄死我, 当下心一横, 既然那东西想弄死我, 就算我不跟他拼, 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, 跟他劈一下也许还有活路, 于是最后一阶楼梯我是用双脚跳下的, 落地的时候, 双脚与地面的撞击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发出了沉闷的回响, 随即我喊了一句, 出来吧, 想弄死我, 先问过我手里的46号班首, 紧接着我又用英语把这句话喊了一遍, 同时身体靠在枪脚私下打量, 出了漆黑一片, 什么都没有, 声音都没有, 我静静地听着自己粗重的喘息, 大约过了三四分钟的时间, 我开始向着另一个墙脚移去, 就这样用了大约半个小时, 把一楼的各个我认为可疑的地方都搜索了个遍, 依然是什么都没有, 我突然感觉很疲劳, 眩晕的感觉, 这也是由于高度紧张, 我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了, 浑身是汗, 摸索到厅门口, 我打开门, 前脚刚跨出门, 身后一阵微风抢在我前面, 急急地吹了出去, 吓得我一个机灵摔了门, 直接跑到了发电机棚, 手忙脚乱地启动了发电机, 机棚的小灯亮了, 仿佛阳光普照, 发电机的轰鸣, 此时是那么的有力, 亲切温暖,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, 一屁股坐在机油桶上, 休息了好一会, 睡意全无, 等心里不再那么慌了, 我回到客厅打开了所有的灯, 锁好门回到二楼, 打开了所有房间所有的灯, 我太累了, 也没有洗澡, 握着扳手一头倒在床上, 十分困乏, 但还是不敢闭眼, 微睁着眼睛盯着楼梯口,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了, 一觉睡醒来,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, 眼睛睁开, 头很痛, 可是我的目光, 一下子就落在了床对面桌子上摆着的观音箱, 那是一个尼泊尔的朋友送给我的, 于是我把那尊观音箱用干净的毛巾擦了擦, 放到了床头柜上紧挨着门口, 直到现在都没有再被骚扰过。